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帮助台皮帶了8比13的5分領先 進入到第二節 不過芙圓在次節 靠著禁區推土機大居 這位Styler 以半場就攻下14分的帶領下 讓台皮的內線頻頻拉緊放 但好在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的台皮 有鵰哥今晚可以奔放心了 再給尚維帆 尚維帆在底線出手了 鵰哥 神奇的鵰哥啊 在上班子啊 這個上班場他可能是飆神啊 目前已經打下13分了 32比32兩倍平手 剩下3秒鐘 彭俊彥切進來幫助芙圓再次領先 這個時間掌握得真好 也算是投進了一個鴨哨球 腳將彭俊彥的巴澤比克爾 帶動起芙圓的外線火力 特別是狼家射手 簡浩超準 簡浩在外線又接引了 再一個3分球 簡浩單場第4個3分 單節砍進3顆3分球的減號 在第三節 雖然一個人飆盡12分 但還是難打 攻勢比較平均的台皮 再給湖底的歐布萊 我過來的終距離出手得分 成長攻向25分8籃板的 Patrick歐布萊幫助 台皮收穫1分的領先 進入到決勝第4節 加上關鍵時刻 當家出身一哥劉真 也跳出來穩住站住 忽遠的一個反覆的男兵 又沒有人 劉真雙手扣籃 忽遠怎麼會為你這兩次 發生這樣的情形 台皮一個劉真在決勝節大發神威 攔截砍進8分不說 全場也標進了23分 帶領台皮拉出一波18比4的攻勢 他領先六四 擴大到76比64的12分差 最終台皮就以80比69 11分之差打敗服務員 搶下關鍵的第三戰勝利 第三場比賽在高雄貢山體育館 即將要告一個段落 最後台皮是以80比69 贏下比賽的勝利 而輸掉第三戰的 浮原在第四戰全隊奮發向上 在小將彭俊彥和大鎖 臨金榜的意外爆發下 很快地在首節取得了 兩位數的領先 彭俊彥的一個上籃擦板得分 在一開賽個人連拿7分 而相較於浮原的旺盛進攻火力 台皮的命中率則是低到谷底 在第二節單捷19次出手 只有五球命中 半場打完更只有26分進場 反觀浮原在反凳殺手 西湖陳世傑單捷砍進8分 全場是4分貢獻的帶領下 打完上半場 浮原取得45.26的19分遙遙領結 陳世傑 高難度的後腰式跳投西湖 這就是他的打法 不過正當浮原以為 只要穩扎穩打的守城 就能夠搶下 凡瓶戰爪的第二勝時 年輕力壯的台皮 開始在第三節版撲拉 好的是台皮小跑車 蔣育安 空中平鎮分就 展現出他的跳躍能力 還有智空 離溝通上面出現的問題 蔣育安 藍底下的撒板得分 球給到蔣育安 武林再回給蔣育安 外圍的一個3分球有了 生命保佑啊 沒有 就是教練給我機會吧 然後 隊員們給我信心 然後學長給我信心 然後 就是 在轉換開口 就是有下達機會 賠快贏 那 就是下半場明顯也比較好 油門全踩 引擎全開的蔣育安 在第三節開啟外掛模式 連拿9分只是暖車階段 因為接下來 台皮小跑車 在第三節狂標的是4分 也帶動起全隊 單節27分的分數進展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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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他們兩個上場之前 有彼此說了一下話 就說 既然都輸到19分 就放開打吧 就不要想那麼多 對 就是給我信心 還有什麼 大膽走大膽切 因為已經不會再比上半場差了啦 對啊 因為再差已經輸球了嘛 那你再繼續 繼續這樣子照他們節奏走 你還是輸球 那都不如我們 換回我們自己擅長的東西 去轉換自己的進攻節奏 換他們拖著我們節奏走 那我們就會有機會反暴的聲音 劉真的這一罐 讓台皮看到逆轉的希望 所以在第四節要上演 決定大板東的戲碼 走路蓋 走底線 拉根傳給歐巴 收手扣籃 大溫辰 這次的傳球發生了失誤 前面有一個二打一的機會 最後交給劉真 最後交給劉真 我們必須放棄 佳育安拿球之後 找到左邊上尾分 拆兩幅上去 劉柯投進了逆轉戰軍的兩分球 沒有 我經驗是 我第一季 第一季在SBO 在IB的時候 我們輸給台灣銀行16分 最後一節 但是我們一集的逆轉16分 到贏一分 那是一節 可是半場19分 坦白講我還沒有這個經驗 好像沒有吧 對啊 應該沒有 你不想說應該沒有落後那麼多 還可以追到逆轉身這樣 很開心啦 因為 從後面 輸球到追到後面道理 真的是一直搖一直搖 這種 我覺得這種經驗應該 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對 就是不要關心 沒有耶 根本不 我到最後我根本不敢去看你分身 對 因為我覺得我一直看我的壓力就老 就變成說我拿到球 我要想要得分 我要打得分 對 根本沒有相關 根本不敢去看你得分這個東西 太可怕了 恐怖的台皮 在決勝節末期拉出一波15比4的攻勢 不僅反超比數 同時也讓浦雲震腳大亂 最終 還比成功的寫下半場落後19分的逆轉勝 以77比73搶下TING牌的第三勝 距離總冠軍金杯只差一場一勝 我不是很開心 如果你們很開心 我們有一個更快的勝出 我們很開心 我們很開心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更快的勝出 所以你無論如何 你無論如何 你無論如何 我們必須得到 聽牌的感覺很爽 因為跟前面聽牌的感覺不一樣 前面經久聽牌 然後那時候是還有 還要打到四強 那富邦聽牌了 還是要打中冠軍賽 所以現在聽牌是很開心 但是不能高興得太早 因為畢竟服員 真的不是省油的燈 他們還是會反撲 所以真的要皮繃緊一點 1 2 3 2 楊玉安這個球 撐到藍底下空中 拉桿 這個球楊玉安 從哪裡投進了 周伯勳再借回來 周伯勳出手了 周伯勳竟然標進了三分球 這才叫做騎兵啊 這你感性 73比64 再交出來 簡家鴻這邊出現空的 抱著 比特 抱著比特 簡家鴻 在上半場比賽 他拿下了9分 這個球拉過來 成功的超級 沒有犯規 左手上籃 兩分 剛好在第一節結束前 攻擊這個發射比特 陳士傑拿到前面 不會有快攻機會 陳士傑靠 對方身上出手不進 賽勒拿到 賽勒還把蔡文誠給頂開 球是我的 你可以看到賽勒一個 狀況的速度 他很好的 好